如果市长想跟江汇来见面 可以帮忙牵线 让两人亲自来谈 蒋万安是兴奋的说 他会积极的来跟江汇联系 台北大巨蛋最快9月 渴望办演唱会 更是10月举办国庆晚会的首选 蒋万说自己是江汇的超级粉丝 许愿二姐付出在大巨蛋开唱 江汇前经纪人在脸书发文 江汇23次的回应 说二姐很感谢市长歌迷的厚爱 很想念大家也感谢大家 同时表示 愿意帮蒋万与二姐亲自谈 我非常兴奋也很期待 我会尽快跟子龙老师联系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这个超级粉丝 可以亲自跟二姐见面 那好好谈一谈 回顾9年前江汇丰买演唱会 当时在台北小巨蛋和高雄巨蛋 能容纳1万5千个座会 而台北大巨蛋全场有6万个座会 容纳人数直接变成4倍 蒋万不仅提歌迷 乔晚将会付出 也想借二姐的专业升级大巨蛋 我想透过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专业经验 来给大巨蛋整个场地 未来如果可以扮演唱会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要怎么样的规划 相关的设备空间等等 所以也很希望在这方面跟他请教 天后江汇能不能在大巨蛋付出开唱 大家都很期待 另外传出立法院长韩国瑜 也由于在大巨蛋举办国庆晚会 大巨蛋是我们的首选 现在还在进行相关的消防安全检查 那安全无余 接下来就可以举办演唱会 肥体育赛事包含国庆晚会 国庆晚会我们也有备案 就是届时如果没有符合安全标准 我们就会在台下体育馆 从天后开唱到国庆盛典 大巨蛋能不能接下市长市民的买